好 我先讲一下观念 然后呢 如果等一下有时间 我们再来带一下操作面的部分 好 来 生人士AI 那生人士AI 它其实算是人工智慧的一个环节 这么说 因为也就是说 人工智慧其实平常我们在日常生活都有遇到 好像你们看到影像辨识啦 语音辨识啦 它还是都跟人工智慧有关联 那只是说 以前的人工智慧 我们没有被这样大量的渲染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早期的人工智慧比较多是像软体厂商写好的东西 它写好的软体给我们用 例如说我按下一键去背 我按一下之后一键把语音转成文字 这种功能 它是已经是锁定好的功能需求 而这一次会炒得这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一次的生成是AI 它是属于创造性的工作 那什么叫创造 创造性的工作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去生成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才会让人家觉得说哇怎么会那么厉害 就是我可以生成很棒的文本内容 我可以做很棒的一个图像的产生等等之类的 而是它这一块的主要用意 那生成是AI的分成三大类 它有生成文本影像跟音乐这三种 生成文本影像跟音乐 所以老师今天会把重点放在这两块 那音乐的话 因为我不是学音乐出身的 所以我对音乐的部分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感受力 但是像我在教影音剪辑的时候 我就会用音乐快速产生一首歌曲 当成背景音乐 我觉得那个在我的工作上多媒体预约的使用这一块很常见 那再来就看你们的工作的相关性来决定 所以老师会就这两块来讲 好那这个我先跳过 所以呢刚才讲的生成是AI的观念 它可以生成这三项的不同的媒材 这三种不同的媒材呢 在生成的时候它又有不同的工具 例如说呢老师用文本生成的时候 我可以用什么呢 我可以用TrackGPT 我可以用Notion Notion有听过吗 它有AI工具 但是现在要付费了 所以我就不喜欢教它了 好来 有要付费我就跳过 好来 然后这个是Bing刚好讲的 它是TrackGPT的4.0 比较新 所以现在文本啊 比较常用就是这两套 那等一下老师会让你们玩一下下Bing 我们只要去申请微软的账号就可以用 然后福大有给你们微软账号 对不对 那个不能用 它那个组织的都不能用 所以变成你们要自己去申请Outlook 这一组 申请Outlook.com 或是你本来就有Outlook的账号 或者是Harmail 就可以拿来用了 知道吗 所以它要另外再申请 好那影像生成我个人比较偏好 因为Mijuri现在是要付费的 所以我就很少用它 因为它连试用都不能用 好 那我现在都转到这个阵营 它叫里亚纳多.ai 老师还蛮喜欢它的 我推荐你们用 而且比较专业 然后这个是Bing他们家的生图软体 也不错 而且比较简单 又不用用到英文字 中文字就可以生成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在生成的时候 我还蛮喜欢的工具 这个知道一下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 TryGPT咯 好 GPT的部分呢 在使用上啊 有一个工具 就是用这个网址就好 你记得哦 它目前没有软体 它目前也没有手机的APP的版本 你们看到那些手机的都是假的 它是第三方的工具做的 所以老师不建议你们装 知道吗 没有网页就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只要到 AI.com进去就可以 那进去的时候 你们第一次用 请用Sign Up 然后呢 登录你的Google 或是微软的账号后就可以 比较麻烦是 它需要您的电话号码验证 所以你可以输入一下电话号码 然后就可以过了 好 过了后它会讲这个 好 下面是对话内容哦 然后这边呢 就是新的聊天串 你可以从这边去增加新的聊天串 可以跟它对话 这样OK 好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老师已经有注册过了 好 所以呢 我现在 好 在这里 好 我等一下输入AI.com 然后就进到我的聊天串里头 这是我之前问过它的问题 它全部都会在 那老师如果要问什么内容呢 我只要在中间这边打字就好 例如说 我要问它一个简单的定义 什么东西这样 例如说跟风的现象 好 然后呢 限100次就好了 好 它就帮我说明 这样了解吗 然后在说明的过程里 它会自动产生一个新的对话串 你就可以跟它对话 那在对话的过程里面呢 如果如果你觉得 它回答的不是这么的适合 你都可以在下面再继续接着问 或者是 好 上方这边有一个这个图示 这个是修改你原题目的意思 所以老师可以在这儿点修改原题目 例如说我在这个位置 那我要把它改成50个字 摆完后哦 Save 好 你会发现旁边变2-2 它会就你新的50个字重新去解释它 可是刚才的100的字也还是在 所以你回去看 100的字还是在 这样了解吗 好 这是它的对话串的逻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问问题的时候 因为你是一个同一个对话串 所以你可以继续接着问 例如说 他讲完后 你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清楚 你可以跟他讲哦 继续 你可以跟他讲继续 他就会继续接着上面的主题 再往下延伸 他觉得你讲的不够 这样知道吗 你就可以再往下讲 好 再来 那他讲完之后呢 你还可以再跟他说 那请用不同的面向来解释 例如说 好 假设 以家长的面向来说明 如何应对 好 那一样的100字 好 他就一样的 就在以家长的面向来往下挖 那你也可以再跟他讲说 列出五大重点 要炒一下 好 列出五大重点 他就会把刚才上面的那个资料 再列出五大重点 所以他的问法 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往下挖 往下挖 往下挖 目前有没有听到 这就是TrackGPT的基本逻辑 OK 先知道基本用法 基本用法 那你可以问他这些内容 也可以请他提供创意激发 像我最喜欢的就是问他课程内容 例如说 好 我要针对那个课程内容为 这跟上面不一样 维生成是AI 然后呢 请帮我想课程名称 好 列出五个 好 那再来你要换行的话是Shift加Enter Shift加Enter 好 那再来 课程名称要活泼 并且看了就很想要上课 而且肯付学费 好 好 再来 然后呢 对象 就是说是初学者 对象为初学者 想要了解 想要 就写清楚一点 想要了解及应用 好 就这样 然后他就会送出 他就帮你找出来 听懂吗 所以你可以给他很多要求 那个要求可以是形容的 你有什么英文 他是不会打中文哦 这样OK吗 然后他就会变成中文 他跟你抱歉哦 让你看 英文名称 等一下哦 我要看 我要看 繁体 繁体中文 来看看他会出现什么 这样OK吗 他就会出现 所以你就可以骂他 不是啦 你就可以跟他对话 然后他就会产生 给你说你想要的东西 OK 好来 先到这边好不好 你们感受一下下 网址不用打这么长 只要打AI.com就好 等一下我们会应用他哦 来做生徒 因为他要翻译啦 翻译真的不错 他翻译很好用 好来试一下 有问题可以举手哦 大家可以玩看看 然后第一次要注册哦 第一次要注册一下 好 所以这个是如何用他的方式啊 好你先知道一下他是怎么应用的 好再来 等一下老师把东西关一下 好 那我们在使用他的时候啊 同学要记得他是用文字描述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你用文字去问他他就会回复你哦 好 那在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什么是有效 什么是无效 无效的提示词就是你给他的资料不够精准 不够明确就会变成是无效型的 例如说你问他说写一些关于教学设计的东西 那教学设计的领域非常的广泛是哪一种 你没有讲清楚他就不知道你的用途在哪里 你要拿他来做什么 好或者是说列出使用数位化可以省多少钱 你的数位化是什么意思呢 是门禁数位化还是说纸本数位化 就是你的所有的文件都数位化等等的 一样也是不清不楚的 好给我一份牛排来做法 那你这份牛排是 例如说是多少人的份量 因为会跟你的准备备料有关联嘛 好那你想要用在什么地方 那个牛排的呈现方式是什么等等的 你太粗略了他给你的东西也是很空泛 就是他会给你答案 但那个答案是不是真的值得拿来用 这样知道吗 最后一个就是 这根本不是任务好吧 这只是跟他炫耀说 我就是最好怎么样 他就会跟你吵架 知道吗 所以这是比较属于无效的提示词 好那什么叫有效 精准明确 内容要很清楚 讲清楚你的背景需要是什么 讲清楚你要的是什么 希望他提供给你什么东西 或者是限制是什么 这都要讲清楚 好所以所以啊 我发现在问问题的时候 你只要记得第一个交代好背景 你想做什么 你把他讲清楚你的背景可能会是什么 给他一个身份别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怎么做 这一类的给他一个身份别 让他有点类似所谓的角色扮演也可以 给出需求我希望你帮我列出课程大纲几个 几个字 我不要什么 我要什么 讲清楚知道吗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意见补充 那意见补充它是可以排除的哦 例如说我在问问题的时候呢 我可以请他排除软体安装 排除什么什么语言撰写等等的 他就会在这个领域 他会在我要求的结果里头 把那些内容把它排除掉 所以这是在问问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观念 目前有没有听到 好 观念上是这样哦 好 来 那我们在使用上啊 问问题 老师我真的问什么 他就会回答吗 还有 老师我到底要怎么问 因为你讲了这四大类似一个大方向 我要怎么问才比较好呢 来 我有提供一个这个 ChatGPT指令大权 这个东西 好 来 这是什么呢 你们可以到网路上打字 我看一下你们打ChatGPT指令大权 应该会找得到 不好意思 老师切换一下 好 你到这边打 好 指令大权 网路上有这种指令大权在提供 好 往下滑 第一个就是 这个 点他 他这个指令大权里面啊 有非常多已经写好的模板 你可以拿来模仿他 例如说 我想要写履历跟自传 到时候你们要求职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怎么写 怎么办呢 没关系 他会帮你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复制 然后呢 这个就是换掉的 换掉的 他就帮你把那个文字内容写得很好 好 或者是说呢 老师我想要做写作帮手 他可以帮你写标题 写课程大纲 文章撰写等等之类的 好 所以创意激发 他非常的适合 但你记得哦 不要拿他来做学术研究 或是请他给你什么样的数据 他通通做不到 那有做到啦 都是假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来源在哪里 好 这样了解吗 这是他TrackHP在使用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 然后呢 TrackHP在使用时啊 他有一个蛮好玩的地方是 来 这里 例如说你看哦 老师现在他请帮我 生成这五个课程名称的 对不对 我希望他把我简述课程名称 所以呢 来 请改成表格 他有支援文字叙述 段落型的资料 像上面这是段落的 段落型的资料 条列式 他支援条列式 好 那他也支援表格 所以你看哦 我如果请他把我改成表格 他会把上述那五点 使用表格的方式来呈现 然后我要再跟大家讲 请帮我加上一栏式说明 加上一栏为课程说明 然后呢 编号拿掉 来看他会怎么样 看懂吗 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 请他帮你画表格 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倒觉得这个很好用 但是他帮你画完表格之后啊 你要注意哦 他帮你画完的表格 你想要把它复制出去的时候 他旁边这边啊 等他跑完后 他会有一个这个复制的功能 但这个复制功能呢 对于表格是失效的 也就是说你看老师点复制 他没有格式 然后呢 再来我开Word 好 假设老师开Word档 我贴给你们看哦 他没有格式变这样 超可怕的 知道吗 好 所以怎么办 没关系 有万能的选取 反白加复制 Ctrl C 过来 再一次哦 就过来了表格 这样会吗 然后再把格式做一下整理就好了 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是他在产生资料的时候 可以这么做 那图片他就没办法深涂 深涂我们要用其他的软体 好 到目前为止还可以吗 这是确LGBT的一个简单的用途 好 来 那确LGBT在用的时候啊 同学们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下 感觉上目前为止 它非常的好用 可是你一定要记得哦 因为它是语言模型 资料库 所以你可以跟他问什么问题 以后他会存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他会助记者 那因为很多人在问 有时候回答的 不管正确与否 或是别人问的问题 他会在他的系统里面 做资料标签 去标记说 我现在这一句话 跟另外的话的连接的关系是什么 他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标签 所以呢 就因为太多人在用了 那大家的资料可能都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呢 3.5的资料库里面呢 有很多都是假的 像例如说老师有 试着跟他 请他帮我产什么论文资料 或是可以让我有引用来源的参考 结果我回去查找 我发现都是假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 他产生的资料 正确性是有待评估的 那大部分都是假的 他只有创意激发中 百话文叫冷消微 听得懂吗 他就很厉害 知道吗 他就给你很多想法 很多idea 这是OK的 所以你们记得 在使用他的时候有三招 第一招就是抽丝剥茧 问问题正问反问 导着问都好 就一直问他问题就对了 知道吗 同样的东西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不同的角度去问 你比较能够问到你想要的东西 第二个 保持存疑 不要相信他给你的东西 拿到了一定要检查 一定要再凝过 再送过稿 不然的话你会被他害 知道吗 反向验证就是回到 其他的浏览器软体 再去问他等等之类的 再去验证说 他回的东西是否为正确的 好这边有听懂吗 这是CHP的使用方法 那他呢在用的时候呢 因为他的语言模型的关系 你有一些东西问问题 他是没办法回答你的 好哪些呢 例如说老师问他说今天天气如何 他没有办法回答我今天天气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的资料只到2021年 资料库的关系 第二个最重要的 跟2021年比较没有关系的 好是什么呢 来 这个 因为他是语言模型 他会乱保 等一下 好所以呢 语言模型啊 在使用的时候 第一个 他的资料 他要回答资料 都是要建立在所学的资料库上 好我直接 我直接拉大 他是建立在所学的资料库上面 所以你看 语言模型需要事先收集跟储存 与天气相关的数据跟资料库 才能够回答 所以他没有办法预测未来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是他的资料库只到2021年 那再来呢 只要是变动性的资料 来不及收在资料库里 他就没办法回答 所以像每天的天气预测 股价 这种东西他都没办法回答 因为他根本 没有办法来不及存到资料库 这个逻辑听得懂哦 他需要存到资料库 才能够给予你们 所以来不及存 这就没办法 所以这是他的限制 这要注意一下下 他会有这个限制哦 不是你问什么都可以的哦 这样了解吗 好所以这是 TrialGPD在使用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下 所以你要记得哦 TrialGPD在问的时候 因为他不是搜寻引擎 所以他最大的问题在于 他回复你的资料 你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变成你要判断 了解吗 好所以 通常我都会在服务引搜寻引擎 搜寻引擎的好处是 我们找到资料之后 就会知道他的出处在哪里 可是他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我要花时间去理解他 这样OK 好所以TrialGPD是没有 搜寻引擎的功能 了解吗 好 等一下呢 我要教你们另外一个工具 另外一个工具呢 叫BIM Microsoft BIM 我还蛮喜欢他的 因为他解决了TrialGPD的问题 第一个他有搜寻引擎功能 而且他是用TrialGPD的功能 加上搜寻引擎 一起回复资料给你 所以你会知道出处 第二个他内建生涂软体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拿来生涂 知道吗 好 所以老师在使用的时候啊 我偶尔会用TrialGPD 但我另外一个常常用的 其实我是用微软的 BIM 这一套软体哦 好 来 那这一套工具的话叫做这个 Microsoft BIM 好 你们看后面这张图 都是假的哦 是生涂出来的 很帅哦 又很漂亮哦 生涂出来的 OK 好 那你只要会下指令 你就可以生出这些图像 好 那BIM怎么用呢 来 BIM的话他等会在使用的时候 还有三种模式 然后您记得哦 BIM他在使用时 他一定要用Edge浏览器 EDGE 你们应该有吧 Edge浏览器 看一下电脑里面有 好 来 我做一次给你们看哦 老师这个是BIM 是 对不起 Edge浏览器 好 那你们记得要登录账号 所以呢 你们要去申请一下Outlook的账号 如果你都没有的话 你们有Outlook的账号吗 他用个人的财型哦 好 你就打这个Outlook注册就好 可能要麻烦各位同学申请一下 那个微软账户下面这里 Microsoft账号 进来后呢 这边取得新的电子邮件 长这样哦 去申请一个新的 那是个人的 学校给的那个我们不能用 因为BIM他不能够支援组织 他只能个人 所以要用这个人的账号 OK 好 那个人账号申请完了后 来到一个网站叫B-I-N-G 好 B-I-N-G.com 这样就好了 进来支币的画面 跟看一下 好 那回去要怎么问问题呢 你看哦 如果老师问他 例如跟刚才一样 什么是跟风险下 好 100字说明 假设 好 我问他完之后 是跑到搜寻引擎 好 跑到搜寻引擎哦 但是 你按聊天 这一张聊天按下去 来全新见面 他变成是这个画面 你看你点回搜寻 就回到搜寻引擎了 你点聊天就来这里了 然后他就开始跑了 你看他现在 右边是老师问的 然后上面有三种 我建议你们选第一种 第一种可以升图 第二种是资讯量比较多 第三种的话是精确 就是比较简易啦 简洁 他的回答比较简洁 所以有分三种模式 那你看他现在已经帮我找出来了 什么是跟风现象 一百个字说明 他开始在跑了 已经跑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他最棒的地方是 第一个 他呈现这些资料的时候 他有123 是什么意思 引用来源 所以你可以知道 他的真实出处在哪 你看哦 老师一到这个123 这一句 他就会出现连结了 看到吗 你就会知道说 他从哪边来的 不会是跟你胡说八道 所以我才说 Chall GPD 是一本正解胡说八道 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本正解 但你实际看 你根本就胡说八道 这样听懂吗 好来 然后病的话是好一点 他至少有出处 所以老师如果点了这个出处后 会带出出处 听懂吗 会带到出处 你就可以再去研究说 他的出处是什么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 不同的一个工具 而微软的GPT的模型 是4.0 更新 这样你明白吗 他会更新 回答的正确率 会比较高一点点 但是你们还是要反向验证 还是要保持存疑 看一下东西到底对或不对 来这边都跟得上吗 有听懂 好 那我喜欢用他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他可以帮我深层图片 你看到老师怎么写 这里问他问题 好我就跟他说深层图片 你要跟他讲你要深层图片 好空一格 接下来你就要跟他说 一只海龟在海里游泳 在海里游泳 旁边有美丽的珊瑚礁 三五角 看到没 跟他讲深层图片 不要讲画图 他画不出来 他没办法画 那个是深层 知道吗 好送出 那一定要记得选刚才第一个模型 叫富有创意的这一种 他就会自己跑出来的 然后跑出来后 你如果刚才上面这个 一开始不会问你三种吗 如果他不见了 你就按这一颗 建立新的主题 他就自己会跑出来了 好你看 然后他在这单深层 目前有一只二十 代表着这个聊天创 可以问二十个题目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他现在不用钱 尽量用 二十个题目 然后呢深层也是可以一直深 等他深完图后 他会给你四张图片 然后这四张图片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深出来的结果 你看 哎呀三胡椒咧 怎么没有三胡椒 看到 等一下 有三胡椒在右下角 这是他深出来的图片 看一下 四张 好那你就可以选 你想要哪一张 如果我要这一张 OK我就按右边的储存下载 他就可以存下来了 那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另外一套软体 他叫影像建立者 Microsoft Image Creator 影像建立者 知道吗 这是他的另外一个深图的软体 所以你可以用他来深图 好那你就可以用描述 用文字描述 你就可以快速的去伸出像这样一个图像 那这里比较简易 它没有难度到 例如说还可以选模型 还可以用的比较难一点点 没有 它就是简易型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搭配着你的作品 比如说你做简报 那你想要有一个图像可以搭配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 例如说一样哦 跟他讲深层图片 好那我的图像是在办公室 三个人 在办公室里三个人 在一张桌子 开会 然后呢 白板画面 有资料 好来看一下它会产生什么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产生相关的图 图腾 用在你的作业上面 你要加图像什么都可以用 而且它现在的版权是没有版权的 目前没有 因为还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谁的版权 所以你也不能宣告是你做的 知道吗 就是它是open的 好像目前是open的情况 好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做很多很多的图像出来 不会画画 其实也没什么大关系 知道吗 因为我们不是走设计师 所以还好它就会产生这一类的 那这个当然出来的解析度不高啦 好所以你看还不错吧 但是啊 它们现在的图像有时候生成人会有点可怕 你看这个女生有点可怕 就是我每次都说它生成的人就像纸扎人 看起来很假真的 就是表情什么都很假 但它可以呈现这种意境图 你看这个人 有没有很可怕 你看他眼睛 你不要放大都好好的 一放大就吓到了 没有 很像纸扎的 你看这个女生 知道这意思吗 那代表模型的关系 好模型还没有到很成熟 所以他生出来的人都很可怕 你看这个好可怕 你看这个大鼻子 跟女生 这样知道吗 好所以他们人的真的就比较弱 好像模型都是人的部分比较弱一点 但你远远看其实倒还好 就是不是很清楚它的实际的内容 不要那么近看就好了 好这样会不会用 病的生图软体 还可以吗 有问题哦 OK很好 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了解到有两个工具 你可以用病生图 用病来问问题 那你也可以用ChatGPT OK 好第三种 今天的最后一个 我要讲比较专业一点点的 那这些生图软体 都是很简单的 我可以拿来做一些应用变化 好不错 其实也很好用 但如果你想要呢 可以再生更厉害的图像的话 你就一定要用所谓的 生成式影像的专用软体 那目前呢最有名气的就是这几家嘛 Nijeri 你要纳多点AI 这两套 刚才我们用的就是第三套 这里面那一件就是他 Image Creator 就是这个工具 好那老师要教你们这一个 你要纳多点AI 你们可以听看看感觉 回去的时候可以再自己试看看 好那你要纳多是这样 来 他的图像长这样 那我觉得他目前很棒是因为免费 一天会给你150个代币 然后每天reset 所以我现在用图啊 或者有教课 我都是用尼亚纳多来生图 那又可以玩很多变化 那你们记得哦 以后如果要找简报情境图 你就用微软生成 微软那个病 老师发现哦 每一家生图软体都有其特色 像Nijeri或是这种 这种尼亚纳多这种生图软体 他们很多生出来的作品 都是单一的物件 听懂吗 单一物件 先例如说一个女生的画作 或者是说我生出来是一个 一只动物单一物件 场景型的 或是意念为主 简报那种情境的 你们用并生就够了 知道老师的意思吗 我反而觉得这种专业生图软体 对这一种意境的 比较没有办法掌握得很好 这是老师自己研究出来的差异点 好那我们看一下 李亚纳多怎么玩 呃等会在生图的时候啊 老师先解释一下一些观念好不好 你们在生图时呢第一件事情 来这个风格很重要 你们要懂风格这件事 例如说绘画风格 皮克斯啊 迪士尼啦 你跟他讲我要迪士尼风格 他就给你迪士尼风格喔 好场景型的风格就是 现实超现实漫画 印象派真实感这一类的 好 呃对场景的风格啦 场景的物件就是东西嘛 废墙城市宇宙 街道跟他讲清楚 ok 某个艺术家的画风也可以用 好某个游戏的画风也可以用 这样知道吗 所以你跟他讲风格越多 他会生成的越精准 好那老师有测了他 你看这是我生出来的 我用尼亚纳托森的 我只给他这几个关键字喔 英雄宇宙 克苏鲁神话 反乌托邦 他就出现这四张图像 所以你要会下提示词 重点是 生徒其实具有专业度 生徒不是每个人生出来都很好看 我自己觉得 就是你要懂得怎么去生徒 好再来 生徒的时候你要懂风格 第二件事情 生徒的时候 你的英文的语义要很清楚 例如说 Cat in meeting 这什么意思 可以说会议中有猫吧 或是猫在会议吧 猫在会议中 猫正在会议 或是猫在开会 英文有的时候 我们对于英文的表达 可能没有办法表达得很好 我用这个词喔 去生徒后 你看变这样 猫在会议中 是吧 桌子一堆 然后就一只猫站在上面 你看这个猫超有架势的 你看 他在开会啊 有没有 对你的语义不明 他出来的图就会很好笑 知道你现在在冲一下 知道老师的意思吗 他的语义就不明 好 来再来 他老师给他 这个 三只猫在开会 够清楚了吧 三只猫在聊天 OK 好 他就真的三只猫在聊天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们要给他的语义要很清楚 第二种语义要清楚 好 第三个重点是 你可以懂一些所谓的拍摄的手法 例如视角 广角镜啊 特写啊 钟情啊 远景啊 你要跟他讲 这样知道吗 好 再来 灯光 你可以跟他说 我现在要柔光 我要暖光 我要室内 我要室外 光源如何 你可以跟他讲哦 所以你看哦 来我们一个例子 老师跟他讲 我要草莓生日蛋糕 特写 柔光 出现这些图 OK 好 那我再加上 另外一张 这个 也是跟他讲 视角跟光线的范例 我跟他讲废墟跟冷光而已 就这样而已哦 他出现这种感觉 好 那我再改一点点 我跟他说 废墟广角跟冷光 他出现这一种 知道我的意思吗 有时候提示词不用很多 但你讲到重点 他就会给你对应的重点 好 那我们可以再加上 一点点的 镜头感 镜头感就是说 你跟他说 我是摄影的 还是我是电影 还是我是远景 对焦景深 可以有镜头的那种 电影的那种 镜头画面的感觉 好 刚才这一张 草莓蛋糕是这样 对不对 老师加上了电影风格 特写 我加摄影 就变这样 我加了摄影跟对焦 你看对焦后 后面就景深了 本来没有景深 看到没 他没有 这个有 其他没有景深 然后再来呢 我加了这个语法后 他就变成是都有景深了 看懂老师的意思吗 画面呈现感觉又不一样了 好 然后这个呢 是刚才那张废墟 我加暖光跟景深 广角 广角有嘛 电影暖光 这种感觉 你看看原本的 原本的 这张就比较真实风格 可是你加的这个效果 是很漂亮 很像画作的感觉 听懂老师的意思 就是你给他的描述词越多 你的深途就会越精准 这真的是要多练习 然后你就会知道 原来深途是怎么一回事 OK 来我们来玩看看 好 那我们玩的话我们用这些工具 你要让他多点AI 这一块如果你们后续有兴趣的同学啊 可以去研修一下那些艺术史 艺术的东西 老师为了这个去看了一些艺术的东西 例如说你看 你在讲的时候要给他有形容场景 样貌风格都要给他讲 好所以这是做出来的作品 这个是拿来作为layout等等的 logo设计 给他色片 然后产生出来的 这个是画线稿图 跟他讲插画 只要给这个英文就好了 插画他就变成插画了 那些吗 然后他有一些色调 我就找了一些色调的英文 放上去变这样 色调的英文 这个叫做等轴侧投意 有听过吗 你只要给他这个关键词 他就出现这个了 他会跟你的风格的也有关键 所以我们可以去查找一些资料 这个网路上可以查得到 现稿图 你给他这个 他就变这个 听懂老师意思 你就跟他讲y101 他就变这个 你要什么动物园 他就会出现动物园的意思类推 这是画风 然后我跟他讲 我还要tree 街道 他就把街道画出来了 意思类推 那这是产品设计的 跟他讲哪一只手机 我要什么风格 然后呢是产品设计 他就自己出来 这少一个d 等一下少打一个d OK好来再回来 然后这个是做简报设计的风格 这个是海报 意思类推 所以你看他可以做好多事情 知道吗 只是说做出来的成品 解析度没有到很大 所以他不是会 有些不能够直接拿来用 你可以拿来再加工过 会比较好一点 好了我们来玩一下里亚纳多 注射就好 Google就可以了 来同学们到这边 网页 l e o n a r d o 点 a i 这样就好了 这一个 里亚纳多 他怎么又跑回来这个画面 可以吗 这里 好那你们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啊 老师是用launch app 这一颗啦 点进去 那因为我有白名班 我就可以直接进来了 我已经注册过了 给他就进来这个画面 你们要注册一下就进来咯 好那我解释一下下 他进来后呢 他这边有很多的model model就是他们家的画风 有些他因为是产图的模型 所以模型自己会有一个画风在 那你这边怎么用 你看他这里有这种画风 他有英文跟你解释啊 他的画风是什么 所以他画风超多的 可爱的啦 梦幻型的啦 剪纸风格喔 然后还有像素的 这种好多种类 对他都可以让你去选画风 所以他画风很多 然后你往下滑 他这里有好多已经做好的作品 有没有 你看他可以画出这好漂亮的女生 对吧 好你看一下提示词喔 要画出这一只鸟喔 点他 他下了这么多的提示词 看到没 超可怕了吧 他下了很多的提示词 那你可以就他的提示词去修改 了解老师 你看他是鸟 就给他改成cat 你知道吗 你怕是鸟 就把他改成dol 之类的 你可以把它换掉 换成不同的一个语法 他就换成不同的生物出来之类的 你可以自己去换 好那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喔 他到底写了什么 你可以用trydgpt去翻译 trydgpt翻译蛮强的喔 你就把资料贴给他 一则大概500个字喔 好 请翻成中文 你可以看一下翻成中文的样子 就是你看他给的 谁谁谁创作的 有没有 他有很多艺术家的内容在里头 超强的很多很多人名 有没有 代表很多不同的画风 这样有看到吗 他就很多这一类型 那你可以自己去修改他 OK 好那我们自己来打喔 如果我自己要阐述一张图片的话 怎么办 好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海龟好了 就是例如说一只海龟 在海里游泳 然后呢旁边 有美丽的珊瑚 好这样子喔 然后请他帮我翻成英文 那你还要什么风格 你们要什么风格 星海城吗 还是迪士尼 星海城那一种风格 你可以画 然后呢电影 这样 你可以跟他讲一些关键词喔 然后呢请他翻成英文 嗯 然后他就会翻英文了 看懂吗 好啊翻完英文之后 来我们看怎么用喔 好 来这时候你把英文复制起来 然后回到李耀纳多 好我们如何自行产图 到左下角的User Tools里面 往下第一个AI image 这个就是深途软体 好点一下他 既然深途软体 又这是深途软体的界面 好 然后界面是这样喔 上面就是你的提示词 你把提示词贴给他 下面这里呢是model 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我先换个网络好了 他网络好要断线 好再一次喔 好这里会有各式样格的model 你选最下面有个select 这个自己的自己选的 进来后他是空空的 不要吓到喔 第三个 平台所提供的model在这 你就可以去找你的风格 我刚说我要星海城 那你可以再加上他给你的产图的 不同的模型 又说我要这个梦幻风格 点他 他会带相关的 往下滑 这一个作品 这一种风格 有别人产生过的作品在下面 看到吗 OK 好你可以自己选 好那再来就是建立这个风格 点了他后 他会帮我把这个风格选进来 好再来左边看一下 左边这边的话呢 有第一个150个扣打 那老师现在的点数是150 他会每隔24小时reset 那reset的时间 你的时间跟我的时间不一样 他会看你注册的时间为主 所以呢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晚上12点后 大家统一reset 不是的 知道吗 所以呢老师这边是18小时 你们可能是24或23 因为我刚才才申请 所以他每天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好这里是指说我等一下产图的时候 一次出现几张 会跟你的扣打有关 知道吗 你的扣打 张数越多但扣打越重 好下面是题词的版本 那就是2.0比较新 光影的强度 通常是打开它去设定 光影的强度等等的 好再往下 下面就是解析度 那解析度要看你的模型 有些模型有支援A解析度 有些可能没有 这要看模型 所以你看不管如何解析度 最高最高最高 就是1024乘1024而已 所以它的尺寸是有一个预计的设定的 没有到很高 好来再来往下 下面的话呢 就是以图指申图的功能 这另外再说 好我们回来这里 老师给它指咯 给模型咯 好往下 然后下面很好玩哦 在这有分两个 这里是你曾经做过的 这个是用另外的提示词的功能 老师先重新整理一下 我刚往路断线 好重来这边往下滑 你会看到我做过的 这是我做过的作品 这个是我用以图申图 给他两张图片申出来的 这个是 要练习那个 也是摆pose的 就是本来的熊熊长这样 熊熊长这样哦 他们喝酒了 然后我要让他酒醉 所以找一个男生的酒醉图像 他就帮我喝成成这样 看懂吗 好丑 对 这是以图申图的啦 以图申图的功能 然后再来是车祸现场 没有 因为昨天去警察局教书 我去警察局教他们怎么用这个做文案 怎么生图 因为警察局他们有些图像 不太能够对外公开 他们要玩生图 所以这是昨天去教他们车祸的 车祸这样 对 然后往下 下面还有很多哦 就是你曾经做过的图像 他通通都会留下来 那这是小精灵的图像 对 然后这也是 用产图的意思类推 这个也是意思类推 好来我们回去咯 好所以老师回来 回来之后点到AI这里 我把它贴上去咯 好然后选好咯 按下生成 这样就好了 他会开始跑在下面 那我选了四张图 那这张四张图的格式是1020x768 我选择的是这一个的模型 那这上面这个字 是我刚才打的那个字回去贴给他 他会帮我生图 生完图像后你的点数就被扣掉 所以你看哇好漂亮 左边139 你们看到 本来150对不对 老师已经扣掉十几点了吧 对不对 然后再来这边就是你生出来的图像 如果你觉得不错看你喜欢 好例如说我喜欢这一张 点他 他这边就可以让你下载 好就存下来了 然后你也可以让他呢 这边去 右键就可以save起来 另存影像他就存下来 或者是说呢 你也可以再去加工 那他这边有个去贝功能 但去贝好像花的点数比较高 而且等的时间比较久 你可以点他去贝 他要转一下下 因为我们去完贝之后 就变成一只海龟 好让他跑一下 老师先回去 好来 哎不行要跑完 这样有听懂老师的意思吗 他就可以让你做一些加工 那如果你会用Photoshop Illustrator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软体来加工 也是OK的 好再来 那我现在这里啊 提词有时候可以再增加 例如说 好我不要这个颜色 例如说我不要紫色之类的 你可以跟他讲排除 他这里有一个排除功能 排除 排除 这里可以排除 例如说排除 排除有蓝天白云 或是排除有颜色 都可以跟他讲 那我们 我们排除蓝色会是怎样 如果我没有排除蓝色 他会再重新生成一次 那海会会变什么颜色 他是排除的逻辑 所以你不要跟他说我不要蓝色 你就跟他说蓝色 他是排除蓝色 然后再跑一次 一样点数继续扣 看得懂吗 复杂度越高 他的点数会扣得越重 所以他就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这样一直累退 产图要一点时间 他好像把紫色加重 天空的地方 有没有 紫色加重 大家应该听不太懂 我跟他说我不要蓝色是什么鬼 知道吗 他会加一些风格 为什么有人在这儿 有没有看到吗 这边为什么有一个人 对 那你可以说不要人之类的 可以把它排除掉 好 这边有没有听到 可以玩一些变化 好 来 你们试看看 先玩看看 他做出来的风格 会再更专业一点 因为他毕竟是专业生涂软体 那你们可以异想天开 想要怎么去生涂啊 你的指令怎么下 其实都没有关系 知道吧 越复杂越好 他有点类似 就是你们的想法 创意要能够很open 知道吗 所以不要被受限 有成功吗 你们现在到哪边了 我没有跟梅子操作时间 然后他如果换模型 结果就不一样了 老师如果都不改字 但我只是换模型 他也蛮神奇的 好 模型 你看我如果换成比较 可爱的 cute 这个 剪子风 他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换模型 然后我不要给他排除字 再一次 再一次 他就会完全是不同的东西 哦 可以再上吗 你再上吗 他也不用手机哦 但他的手机模型会少很多 用店长的模型最多 你知道吗 他会有差异哦 这个要打ID 嗯 然后你再打长一点 对 对 那这样的时候 然后 然后 周星球变选 后 偷偷是 所以打 这个不大一点 你真的有完商机了 因为你竟然只有站好 可以打长一点加速指 然后他就 他这个 他就会跟你说 也没有理由 ok ok 你看老师只是换一个模型 他就溺水了 看到没 这个模型超级不适合的 有没有 简直啊 我换了这个简直的这个风格 他就变成这样 很丑耶 可是他刚刚原本好好看 你听懂吗 他跟风格有关哦 你们在选 选的时候要跟风格有关联 这样有成功吗 生出来的东西可以看吗 他一直花时间去跟他教条 一直教条 一直边修边修的哦 所以他有时候 没办法修到很 对 一开始就很到位 你要花很多时间 去跟他慢慢的调 慢慢的调 可以吧 先用 先用英文哦 先用GPTG帮你产生英文 慵懒的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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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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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